那種懸崖 下面有水就趕快忙著去跳水 我比較保守 我說不要不要 那太危險了 那剛剛講到其實到了無人島上面之後啊 是可以去探索自然 你們會去找一些小山洞啦 或是說珊瑚礁 然後也會找適當的地點潛水對不對 對對對 因為你們有潛水執照才可以這麼做 其實我們大部分都不是背瓶子 我們都浮潛而已 浮潛 浮潛都已經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珊瑚 真的喔 有 我們在書裡面有看到那個珊瑚 跟海星 藍海星的部分 就是很可愛 可是好像現在是慢慢的 比較會慢慢看不到是不是 就是其實海洋資源一直在衰減啦 然後今年澎湖含海 就是所以很多珊瑚也都 都沒有辦法活過來這樣子 對 到了無人島上面除了像這樣探索自然之外 也可以做自己也喜歡做的事情 比如說你就常常在那邊看書 對 那還有做一些什麼樣其他的事呢 其實很多很多實際實踐根本不夠用 真的喔 對 看書畫畫寫日記 然後賞鳥 因為澎湖夏天有很多的海鳥可以看 然後賞玄武岩 然後找寶藏 什麼寶藏 像我太太就很喜歡找文石 澎湖文石 我以為是帶一個鐵錶然後去挖看有沒有那個 埋在下面 還有很多很有趣的東西 比如說他很喜歡去撿玻璃球 以前的漁民他們去捕魚的時候 他的浮標是用那個玻璃球 是真的玻璃一顆球 然後外面漁網 其實現在已經不用了 現在都塑膠 可是在澎湖的很多偏遠的小島上 你還可以撿到這種玻璃球 有的很大 很大的玻璃球 聽起來很愜意耶 這樣聽起來感覺真的超級棒 有時候真的會有意想不到的東西讓你找到 對 那另外還有就是 我想要探索真正看不見的島嶼 就是要遠航對不對 像剛剛我們講男人島女人島 他們已經算是遠航了嗎 還是說他其實也只是算中距離而已 他們並不遠 但是海流很強 所以有時候你一滑出去 你雖然是看著那個島 但是你會被偏移目標 對 他還是看得到的 那真正看不見的島嶼的話 就是在那個準備的工作上面 是不是要做得更周全 就是路線的部分 然後還有包括器材的部分 都要更詳盡的做清點 才可以上路 所謂看不見的島嶼就是 因為我們當初要滑東極雨 東極雨和西極雨非常的遙遠 那你在海平面上 你要出發的時候 從馬公本島滑出去的時候 其實你並看不到那個島 看不到那個島 那所以說你明明知道 那個島就在那邊 往這個方向走就可以到 可是其實你是看不到的 等於說我們是 憑著感覺 然後看羅盤的方位 然後還有衛星 然後往那個方向滑去 其實這是個很有趣的經驗 對 因為你看不到它 但是你要往那個目標去 所以說你們這樣子滑久了 就是往看不見的島嶼滑去 久了之後是不是方向感就會變很好 其實也未必 因為大海茫茫啊 你那種可以提供你定位的那種 參考點並不多 現在我們在畫面上看到的 這個是在東極雨上面的照片 所以說東極雨是一個有人島 對 但它上面的人數非常少對不對 好像只剩十幾個吧 所以這十幾個都是 就是譬如說警察啦 住所在那邊 商工所的人之類的 扣掉警察護士海巡弟兄 大概不到十個吧 常住人口啦 常住人口 對 那在這個航行道看不見的島嶼的時候啊 剛剛我們講到有一些 譬如說暗流很危險 或是說你要對那個方向非常的有概念 在你們這個業 也不能講業界 你們這個玩獨命舟的同號裡面 有那個所謂的 遠航危險你們有歸納出來 第一危險的是 敲 澎湖的 其實應該是講澎湖的陶海人 他們那個陶海人他們大概會有 最澎湖比較危險的水域做一些 就是排行 一嬌是在那個嬌 大嬌跟小嬌就是在那個 木斗嶼北邊有個非常危險的海域 剛剛大概沉船至少在五十艘以上 對 是大船還是小船沉船 大小都有啊 都有 五十艘 很危險 很危險 然後 李浩 吼門水道就是跨海大橋 澎湖有一個跨海大橋 附近的水流非常的湍急 這是第二排名第二的 那第三呢 溪流就是在澎湖的西域 魚翁島西南那個地方 因為它漲退潮的流速非常快 整個 它在起流的時候 就是漲潮的時候 或退潮的時候 海面上都是白色的滾爛 對 所以那邊濕濕的船隻也不少 其實我們今天在節目一開始的時候 主得就講說 其實大海並不是一個很危險的地方 但我覺得這樣現在聽一聽 還是會覺得是很危險的地方啊 到底是不是真的很危險呢 可能有一些美麗的景點 但也有一些會讓人擔憂的地方 待會再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還是先進一段廣告休息一下 看不見的島嶼 在書裡面呢 其實主得拍了很多照片 剛剛我們也有分享到 就非常的漂亮 可是其實喔 在航海這件事情來講 我個人覺得仍然是非常危險 應該是說一般人都會覺得很危險 尤其是你的家人 對不對 可能因為不了解 所以才會覺得危險 當然他一定有他的危險性在 一定有 那怎麼樣避免危險 可能是我們要考慮的 家人現在對於你 就是常常出海航行 這件事情的態度是 不問不問 還是阻止不了 從以前我們開始游泳啊潛水啊 家人就爸爸媽媽就覺得 這樣好嗎 對啊可是 他們其實不大 他們都會擔心 可是他們又壓抑自己的擔心 因為他們想要讓我有自由 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因為組得在這個 這本書的後面有附一篇文章 是你在2007年的 首屆陽明海運台灣文學 海洋文學獎的一個投稿作品 然後有得獎 那裡面就有提到說 標題是願君伴我渡黑羊 裡面就有提到說 你們很可怕的一個經驗是 有同伴失聯 然後在海上已經過了一天兩天 還是聯絡不到 因為在海上我們知道 手機是不可能通的 然後這個交集的心情 你自己也體驗過 因為那時候你是在海上等待同伴歸來的人 所以其實這個經歷要不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對啊那一次就是去年嘛 我們九個朋友就是要橫渡台灣海峽到台灣 結果後來因為我們距離比較遠 所以後面的夥伴沒有看到我們 所以後來隨著這個距離的拉遠 然後就 然後無線電又有點故障 所以後來他們就繼續決定繼續往台灣前進 然後我們就決定收隊 就是要找他們 然後那次的感覺就很像說 所以我大概能夠體會一下我出海的時候 我的家人或我親密的人 他們在岸上的那種心情啊 對如果找不到人的話 其實那是非常焦慮 一個晚上都沒有辦法睡覺的那種 那種焦慮的感覺 所以你那時候就是一直在 你們準備要開始搜尋朋友的時候 一直聯絡不上 後來結果是好的 結果等我聯絡上 他已經到髒話了 從澎湖到髒話了 所以是平安 平安就好啦其實 對 但那時候你自己也體驗到了 所以你也可以了解說 為什麼你父母親 有點反對這件事情的態度 對啊就是親人一定會擔憂啦 對 不管其實不管做什麼事情啦 像我們如果出國旅行啊 或者是去爬山啊 反正其實都會擔憂啦 對對對 對啦其實任何事都有危險性 不過其實我覺得祖德也很尖詐喔 因為他剛跟我講說 譬如他要去航行的時候 他可能跟他媽媽說 他就講說我要去花雨好了 其實媽媽也不知道花雨到底是哪裡 可能就覺得在隔壁 好啊好啊你去啊這樣子 或者是說 去比較遠 你們要橫渡台灣海峽 這一次你根本沒有跟父母報備 他們後來看新聞才知道的對不對 對啊那次就很抱歉 因為我就想 乾脆不要講好了 對就後來 後來爸媽看到新聞說 欸 這個我爸就說 這個好像是你兒子 我媽說 欸好像是耶 對啊 我覺得讓他們在電視上 新聞上看到這樣的消息 覺得對他們兩位老人家 好像很 我就覺得很於心不仁 嗯但是還是會一直去追求自己的夢想 這其實也是我 我不知道我覺得人生好複雜哦 要追求自己的理想 要顧及親人的感受 我覺得一直在那個 悄悄百